據英國《每日郵報》報導 法國一位著名上任史蒂芬·迪斯汀昆建議 法國應該以500億歐元價格出售名畫《蒙娜麗莎》 以緩解國家目前龐大的經濟債務 《蒙娜麗莎》我們都知道 是伊丹里文藝復興時期 畫家達芬奇創作的油畫 現收彩於法國盧浮宮 據說,每年盧浮宮參訪人數超過一千多萬人次 其中約80%的遊客是為了蒙娜麗莎的畫作 而500億歐元是多少錢呢? 相對於蘋果公司一年的利潤 的確,世界上只有幾個科技巨頭 能夠花得起支撐藝術產業的錢了吧 但這些畫究竟為什麼這麼貴呢? 也可以說是藝術本身的價值 在藝術史上促成了某種重大的轉變 也可以說是畫家的名氣 或者是因為畫作的稀有 或者...或者就只是炒作吧 咱們凡富足子也猜不透 都是土豪們的金錢遊戲罷了 這些個名畫隨便一幅 都讓咱們這種平頭老百姓萬成莫及啊 小虎的子子孫孫 搬八輩子的賺 也賺不來一幅畫的錢啊 即使如此 高額的價格也阻擋不了我們的好奇之心吧 今天小虎就帶大家去那土豪的世界 看看世界上最貴的起伏畫都沾什麼樣吧 在這之前別忘了點擊視頻下方的訂閱按鈕和開啟小鈴鐺 可以讓你在第一時間獲得這個頻道的最新內容 準備好了 咱們出發吧 這幅畫可以說是藝術史上最有名的畫作之一 2012年5月 這幅畫在紐約蘇富比近12分鐘進拍後 最終以將近1.2億美元的天價成交 吶喊是挪威畫家愛德華蒙克1983年的作品 表現出於繪畫風格的代表作 畫面的主體是在血紅色映照之下 一個極其痛苦的表情 紅色的背景 源於1883年印度尼西亞卡拉卡托火山爆發 火山灰把天空染紅了 該作品採用象徵和盈喻的手法 解釋了人類世今末的憂慮和恐懼 蒙克在1892年1月22日的一篇日記中 記錄了吶喊的靈感來源 我跟兩個朋友一起迎著落日散步 我感受到一陣憂鬱 突然間天空變得炫紅 我停下腳步,靠著欄杆,累得要死 感覺火紅的天空像鮮血一樣掛在上面 刺下藍黑色的霞灣和城市 我的朋友繼續前進 我則站在那裡焦慮地發抖 我感覺到大自然那劇烈而又無盡的吶喊 吶喊中的人物或許是蒙克的自畫像 或許是他在13歲就去世的姐姐蘇菲 藝術史學家還認為 吶喊中的人物或許還有另外一個來源 那就是蒙克在1889年巴黎師伯會上看到的一句秘魯 穆蘭伊 1907年 為延喇猶太夫山 布洛赫巴奧爾 委託古斯達夫克里姆 為其其埃蒂爾 布魯赫巴奧爾繪製畫像 這幅畫本身就充滿了各種離奇的故事 除了克里姆 與埃蒂爾之間傳說 疑似有溫外情之外 這幅畫會與納粹統治奧地利期間 遭到搶奪並充功 期間這幅畫就流入奧地利美景宮美術館展覽 戰後已成為該館的正館之寶 直到2000年 逃完至美國的布洛赫·鮑爾遺族 僅存的唯一繼承人 馬尼亞·阿特曼 與奧地利政府打了6年的官司 2006年 奧地利法院宣判作品歸還給鮑爾家族合法繼承人 此畫作於2006年6月 阿特曼再以1億3500萬美元天價賣給羅納德·勞德 此畫現收藏於在他紐約市的 《紐約新畫藍》 這使得《埃蒂爾肖像一號》 成為當時史上最昂貴的畫作 1948年第5號 長243.8厘米、寬120.9厘米 是美國畫家傑克遜·波羅克的一幅作品 傑克遜·波羅克是美國行動繪畫藝術的鼻祖 以其對抽象表現主義畫牌的貢獻而為名 這幅畫是傑克遜·波羅克第一色畫中的珍品 畫面上地滿稠密的棕黃色、白色、綠色、黑色顏料 形成了鳥巢狀的外觀 看起來有些雜亂有瞻 波羅克曾來過中國觀摩學習 借鑑了國畫中的泼墨 運用到了油彩上 創作了一系列的抽象畫 這麼一下,這些低墨作品 真是有些像我們老祖宗的水墨畫呢 2006年11月2日 《紐約時報》稱這幅畫被大衛·格芬賣給了大衛·馬蒂雷斯 價格高達1.4億美金 成為世界上最昂貴的畫作之一 這件天價畫作,你能看得懂嗎? 說實話,小虎曾經對著這幅畫看了半小時 就是不知道它想表達什麼 總是感覺自己也能畫呀 唉,看來我們的藝術修養還不行啊 或許天價畫作之所以貴 就在於極看不懂,珠目不透吧 據說這些抽象畫是藝術的塔尖 但總感覺現在很多抽象藝術 越來越脫離我們這些拼頭老百姓了 這種趨勢究竟是誰的悲哀呢? 夢是一幅由比加索在1932年完成的繪畫作品 描繪的是他22歲的情婦 瑪麗·泰雷茲·沃爾特 具體時間可能是在1932年1月24日的下午 畫風抽象可以從畫中看出他早期受野獸派風格的影響 這幅畫所包含的色情訊息常常被評論家所提及 據說畫中模特臉的上半部分其實是比加索自己的陰莖 這幅畫因為比加索的名氣而身價匪人 2006年這幅畫的擁有者美國地產大亨 史蒂芬·艾倫·永利 原本想以3倍價格賣出 但意外在秀給朋友看時 手臂不小心穿破這幅畫作 在畫上少女的左臂部分造成了約6英尺150毫米的裂口 此畫的修復花費了9萬美元 價值也下降了8500萬美元 這位富豪也以鮮活的案例告訴大家 平時做人要低調,不要秀太多 這也許是史上因為作秀導致的最大損失吧 在2013年科恩以5.55億美元的高價買下了這幅畫 此畫成為擔驚世界上最昂貴的畫作之一 這幅畫的名字有沒有感覺好熟悉呢? 這不是被催婚的常有語嗎? 別人問你何時結婚你或許不屑一顧 不過畫家高庚要問這麼一個問題 那就值錢了 一個問題值2.1億美元啊 你何時結婚是1892年法國畫家保羅·高庚繪製的一幅油畫 高庚本人被視為許多現代畫家 如比加索等的先驅 其飽滿大膽的顏色和抽象風格在當時可謂傲視群雄啊 1891年 高庚首次旅行至塔西迪 他寄希望於在這裡創作出純粹、純潔的藝術 雖然他最終發現此地已被殖民地化 且有至少三分之二的當地人以及被歐洲人帶來的疾病殺死 但高庚仍然在此地以當地女性為主題 繪製出了一系列名作 畫面背景以綠、黃和藍色構成 其中是熱帶塔西迪倒景色 用色彌釀 畫中最前面的女性穿著當地傳統服裝 半跪在地上 後面的女子穿著的服飾受到了西方社會的影響 帶有高齡 有學者認為 後者的首飾是佛教的首映 帶有恐嚇或警告的意味 聽上去是不是覺得這幅畫一下子深刻了不少呢? 玩紙牌的人是法國畫家塞善於1893年 創作的一幅油畫 現場於巴尼奧塞博物館 在塞善的一生中 常常就一個題材 創作系列畫作 他曾相繼畫過五幅以打牌為題材的作品 該系列均描繪了法國龍夫王牌的場景 有些畫不得不服生來就是被美術館收藏的 比如說塞善的畫 他本身就是史上最認真、最創新的畫家之一 他是法國後銀像派畫家 被譽為現代藝術之父 是西方傳統藝術向現代藝術過渡的關鍵人物 為現代藝術的強化個性和簡化形式 提供了深刻啟示 這幅畫有五個版本 這一幅是最引人入迷的作品 其他四幅也都收藏在著名的美術館裡 有一組是屬於1890年初的繪畫 在塞善的作品中頗為奇特 他們幾乎是他現存作品中唯一確定的類型畫 這裡的主題也是一組在玩紙牌的人 塞善肯定在艾克斯的某個廉價咖啡館裡研究過 對於一個像塞善那樣敏感和義路的人來說 那可能是唯一一個不會打搗他注意力的地方吧 這些龍民並不在意他 他是個當地人 一個大多數人認為與其說是瘋了 還不是說無害的奇怪老頭罷了 我們老百姓玩紙牌是浪費人生 別人塞善膜玩紙牌是坐著掙錢啊 這幅畫被拍賣出2.5億美元的高價 這就是普通人和土豪的差別吧 《救世主》 《救世主》是現存達芬奇作品中唯一一件由私人收藏的 同時這也是他僅存的不到20幅幽畫中的一件傑作 畫作在2017年11月經過一輪激烈鏡頭之後 由沙特阿拉伯王子貝德爾以4.503億美元的天價買下 讓他成為全球最貴的一幅畫 它現實由阿聯酋文化及旅遊部持有 此畫作身上充滿了神秘色彩 不僅畫作的真正主人身份撲朔迷離 他的真偽劉相 一管為外界討論 《救世主》是法王路易十二與妻子委託達芬奇繪制的 達芬奇為其創作了這幅44厘米乘以66厘米的畫作 同一時期達芬奇也創作了《莫娜麗莎》 後來《救世主》被英王查爾斯一世收入南中 1763年之後 這幅畫便從《人間正法》無疾可循啊 直到1900年 一位英國收藏家才在攀賣會上得到了它 在過去500年里 這幅畫輾轉流離 並多次重新繪製 原畫中的面容和頭髮一度覆蓋在厚厚的油彩之下 因此整個畫作看起來像繁品一般 人們也認為這是達芬奇的一位助手的仿作 後來這位倫敦收藏家的家人 經以45英半的價格 把畫賣了出去 2005年 一個藝術品經紀人團隊 以1萬美元的價格 購得此畫 他們用6年時間修復了畫作 並證實這的確是達芬奇的原作 倫敦國家美術館 正在2011年展出此畫 這是1909年以來 人們首次發現達芬奇的作品 因此這幅畫也被人們認為 是失落的達芬奇 不過他的真品身份還是受人質疑 有影像證據顯示 他在2011年與2017年兩度公開展出時有分別 而在2018年 舊事主推遲在法國巴黎的盧浮宮展出 大多數人認為 其原因是這幅號稱全球最貴的名畫 或許不是達芬奇大師的爭績 而倘若將舊事主放在貨真價實的蒙娜莉莎旁邊 將前者當成美麗的傑作般展出 後果難以想象啊 不管怎樣 關於這幅畫的真偽 或許將永遠成為難以解開的謎 但好奇的是 即使當時拍賣時很多人都懷疑這幅畫的真偽 沙特王子卻堅持以天價買入 所以印證了那句話 有錢人就是任性啊 對於以上欺負天價化你最想擁有哪一切呢? 在視頻下方留言一起來分享吧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別忘了點贊和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我每周會定期更新有趣、有料、有文化的淘寶內容 小虎說淘寶與眾不同 我們下期再見吧